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只有我们两人的水中 像这样一把把你抱过来 怎么样 这里的环境还让你满意吗 还有更有意思的 这个泳池呢 可以自由切换水温 只要按一下这里 是不是感觉变热了 听说女性的皮肤温度往往比男性的低 所以理论上你比我更难热一点 比如说现在你还什么事都没有 可我这里 是啊 皮肤有点泛红 不过感觉还挺解压的 好像只要和你在一起 我总是格外享受感官受到刺激的过程 你呢 是想维持现状还是 再试试别的 这是按摩系统的开关 虽然随时可以打开 但 不管它被设计得有多智能 都比不上人的双手 不是吗 那么 你想让我从哪里开始 先按肩膀啊 遵命 故意做些小动作 哪儿有 这还没完全开始呢 毕竟我可不是什么智能系统 除了服从外什么都不懂 既然打定主意要越界 在我们彼此都完全满足前 我是不会停下来的 这里没有别人 所以无论你提出什么要求都可以 我只会给你更多 我只会给你更多 总算结束了 最近聚会也太多了 一个接一个 怎么了 我的领结记得太紧了 刚才在会场就有点不舒服 这个结 怎么打得那么奇怪 可以帮我解一下吗 等等 你没刻到哪儿吧 大半夜的怎么还堵上了 这刹车踩的 我脖子那儿 好像被什么滑了一下 隔着衣领怎么摸得到呀 帮我把扣子结了 只松开一颗 手应该伸不进去吧 不对 不是那里 再往下一点 我是装的 其实没有刮到哪里 哪儿有 没有证据 就不能冤了 我还什么都没做呢 你怎么先咬上了 算是对我一开始装疼的报复 这个嘛 看好了 如果真的想报复我 应该这样用力 然后呢 还要尽快堵上我的嘴 不能给我任何机会 为自己脱罪 车又动起来了 你觉得 我们还有多久会到家 时间紧迫呀 如果想趁现在对我做些什么 再不速战速决 可就来不及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